主上三人 早上吉祥 我们三宝就绝正境 三宝里面当然最根本的是佛 没有佛就没有法 也不会有生 所以这三个 我们说佛是觉 法是正 生是境 这三个里面最重要也就是觉 觉就是随时保持绝照 那绝照从哪边来 从我们佛 就是我们的自性里面的明来 其实我们什么叫无明 当你没有觉的时候就无明了 你没有觉就做不了主了 你没有觉就生命里面就失去了主体 所以我们常常说就无明无明 就常常进入一种没有我的状态 没有觉照的状态 虽然我们常常讲说无我无我 那无我是没有我的执着 不是真正的无我 我就觉 也就是那个真正的你的存在 是因为你有觉性 你如果没有觉性 你不存在 即使有存在也没有意义 因为你没有觉 没有头脑 没有清楚 做不了主 所以即使你生命是存在 但是你完全不能做主 就好像你坐着 然后睡着了 这时候你在哪里 你当然会说 这个身体是你 但这时候你完全做不了主 那我们有觉才能够正 比如说我们静坐坐着 为什么要说譬如七只坐 或是那边用一套东西出来 就你把保持觉 你就晓得你对不对 因为有法 你可以check 去检验一下 这样对不对 有没有保持在对的状况下 如果不对了 赶快修整 这样才能修 没有觉不能修 那这样慢慢的修 慢慢的修 你就会掌握到 什么是完全正确 什么是清静 比如说坐着 你如果坐得很端正的话 你慢慢你会修整你的身体 那些有障碍的 那些紧张的 不舒服的 慢慢你把它修整 它清静了以后 自然那个自在的状况 清安的状况 就会出现 那么你保持觉 你在打妄想了 你知道这个不行 这个没有意义 我刚刚还听到 还有人叹气 那个就必然是 你坐在那边 有在想什么事情 想到无奈 你才会叹气 所以很多 很多就是说 你的一举一动 你的起心动念 其实 如果有绝照的话 才能修 没有绝照不能修 那我们常常就是说 要进入一种打妄想 所以你如果保持绝照 包括那个起心动念 你都会绝照到 因为你没有保持绝照 它就进入一种 业力的 习气的状态 它就开始打妄想 打妄想也是一个习气 然后想不好的事情 是不好的习气 想好的事情 是好的习气 因为至少它是善的 那身体也是一样 你有一些障碍 慢慢把它调整 包括说 我们脊椎一定要直 因为说实在 你脊椎 如果不直的话 坐在那边打瞌睡 弯腰脱背 那个对身体一定不好 那身体一定不好 所以保持绝照 你才能看着 这时候我知识对不对 我想法对不对 身有没有正 心有没有正 就是你思想的内涵 有没有正 这样才能够修 所以没有绝 什么都免谈 那我们现在常常都 拿一个法门来 其实就在修那个法门 没有保持绝 没有保持绝你怎么修 比如说我念佛 你没有保持绝你念什么佛 念到哪边去了 所以没有绝 一切都免谈 一切都免谈 所以绝才是真正重要 绝就是真正的你 真正的你就是那个绝 所以我们都要找我 其实找半天 找这些身体的 找那些妄想 那个都不是你 不是根本的你 所以这是根本的知见 这个如果没有的话 一切都免谈 一切都做表面 都有功用型都照做 而那个照做还不是正确的照做 只有照业而已 那若有绝的话 那个业就是清净业 那这个才是真正的跟智慧 智良相关的 你有正确的观念 你做什么事 你会去想对不对 对了我才做 那就是善 就是福德智良 有智慧智良 有福德智良 你才可能成就 如果没有这个 你怎么成就 所以一定要赶快 把这个重点抓到 我刚刚看了一下 当然也有做得很好的 但是有的就 一做没有几分钟 就完全瘫掉了 完全瘫掉了 那个你做的 再久没有意义 出家再久没有意义 你如果没有保持绝 那一切都是无明 因为那时候没有绝就是无明 我们不要把无明想着说 一定是恶还是什么 你失去了那个绝照 那我就不见了 所以就开始 就是随着那个无明去照也 所有行为都没有意义 都颠倒了 所以这一方面很重要 你如果晓得这个重要 你才会晓得 我要保持绝照 久而久之 绝就稳定下来 你随时可以保持绝照 你保持绝照 正跟着来 正来的话 静跟着来 静来的话 涅槃跟着来 成就跟着来 反过来讲 如果没有绝 一切都免贪 嗯 啊 呼 感谢观众